对中国的女子白米来说 也有一个人参加了女子白米的半决赛 此人就是葛曼奇 对葛曼奇来说 他在半决赛的时候 跑出11秒22的成绩也是无缘决赛 这样的葛曼奇还是有些实力的 一些粉丝就表示 葛曼奇是目前中国跑白米最快的女子 这样的分析与说法完全在理 在2013年 第二届亚洲青年女子运动会 葛曼奇成功闯进总决赛 并以11秒91的成绩获得金牌 随后连续在国内比赛中夺冠 开始在田径赛场站露头角 迅速成为国家队的主力 先后参加了川崎田径黄金挑战赛 201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 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也正是凭借着出众的表现 葛曼奇成功入选了 李约奥运会参赛名单 在2019年国际田连世界接力赛中 葛曼奇与队友一起打破了亚洲记录 葛曼奇成功